哈囉 大家好 我是Erika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兒 欸 等一下我幫你尿尿 好啦 從我 欸 不用啦 我尿尿很快 等一下 尿尿再好了 欸 你也太快了吧 好了 欸 我一直很好奇啊 尿尿怎麼可以這麼快 你問對人了 身為素尿俠呢 我一定會好好幫大家解答 因為我呢 其實有尿尿三步走 就是拖擦餐 啊 至於怎麼擦呢 其實就是個非常重要的知識了 擦呢 就是要由前往後擦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的構造是尿道 陰道的肛門 那其實肛門呢 充滿了很多細菌 像小時候 你看我們裡面繞蟲 不是就是拿一張紙腦袋 在肛門裡面捏一下 就會有繞蟲嗎 你就知道肛門有多少的髒東西 然後它們距離又很近 所以你不要覺得尿尿 然後由後往前擦 然後你只要碰到肛門 等陰道就很容易感染 這樣你尿道的細菌不會進去嗎 因為那個陰道 其實好像什麼字節形狀 我剛剛搜尿過 比較不會叛尿到這些微小的小細菌 我還有看到一些說法是 我們就不要擦 因為衛生紙最髒的東西 你最罪惡的東西 衛生紙 但是我有點沒有辦法接受 不擦的那種事情 內衣褲裡面就都是那個尿尿而已 對啊 我覺得有點恐怖 就算是我要把它甩乾淨 我覺得 好醜 所以其實女生尿尿可以很快的嗎 可以很快的 完全 那為什麼每次就是在外面上廁所女廁都拍這樣 有人在補妝 自拍 有人月經來的啦 這就是合法 月經來的 對啊 月經 或者是有人他穿連身服 有一陣子流行那種連身褲 連身裙什麼的 你知道我要上個廁所我要全路 就是上個廁所然後就發現 對 你們不像男生可能前面射個洞就好 如果那種連身褲下面我射開口 我也會覺得很可怕 我還是覺得我會鳥到旁邊 XY 女廁外面要排隊 可是其實我很好奇男廁 因為我會覺得 欸為什麼你們男生上廁所不用脫褲子呢 不用啦 那你要怎麼尿 我們尿尿的東西是突出外面的啊 牛仔褲它就會設一個拉鍊什麼的給我們啊 把它從就在裡面拿出來 對啊 就是拉鍊拉開之後這樣 欸 逃出來 如果你穿棉褲 繩索啊 解開 然後這樣 解開鎖鏈 拉下來 逃出來 所以男生的形狀剛好就長得很像嬌一樣 剛好是這個角度 軟的時候就是會這樣子啊 所以其實男生是不用整個脫褲子 我發現很多餐廳都是這樣設計的 就是男女廁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在一起 去上個廁所還要經過小便龍 上完廁所就會 怎麼有男生在那邊 他不是正面對你 他是背面啊 我如果看到屁屁怎麼辦 成年的男生是不會整個脫褲子 那你在上廁所的時候 後面有女生在你旁邊走 你不會 其實你知道有時候很尷尬的是 我們進去捷運站或什麼上廁所嗎 然後是有打掃阿姨在的嗎 真的 小時候進去會嚇到 然後後來就覺得算很習慣 他們也不會幹嘛 所以你們不會care 後面有女生在走路 基本上大部分男生都不會 我對於小便斗這東西非常的好奇 因為我常常經過小便斗的時候 反正就說 你們怎麼會搬水 那是壞掉了 那不是正常的小便斗 小便斗攻擊我耶 因為它那是感應的啊 在你上之前會噴一次水 然後上完之後會噴一次 正常的那個水啊 是要沿著你小便斗的邊緣這樣流下 它應該是像馬蟲這樣子 喔 把它沖乾淨 喔我還以為它是因為怕你們尿尿尷尬 然後給你一個水深 外面人也就聽到你上廁所行 不是 男生有辦法做著尿尿嗎 因為好像聽到電視上面有很多 夫妻檔會上節目說什麼 我們家男生要做著尿尿 因為那人會亂噴 其實做著尿尿不好 因為男生的尿道啊 我忘記它是怎麼長的 反正如果你做著尿 你忘記它是怎麼長的 我幹嘛care 我能尿出來就好啦 不是啊 反正如果你做著尿 它好像有個位置就是會 讓尿到有點折到吧 還是怎麼樣 它有個地方會累積尿液 就是尿不乾淨 如果你長久下來做著尿的話 那邊會長細菌會生病 那為什麼會有些人說要做著尿呢 是為了乾淨嗎 應該是老婆太洽了嗎 你要做著尿嗎 怎麼保持乾淨 小心你的老公生病啊 好害怕喔 我非常好奇耶 那你們尿尿的時候 是要把它攪打開 然後把它塞下去嗎 不用啊 不用 是長這樣嗎 你要讓它動動一下啊 不用把它壓下去嗎 可以幫它去尿嗎 不是啊 我們沒有硬起來的時候 它本來就是垂直 喔原來是這樣子 它就是軟軟的嘛 你要稍微把它往前 讓那個口啊 對著那個變動 講知識了 所以男生尿尿完一定要洗瘦喔 小朋友 我們尿尿完啊 會把尿到的那個尿肌跟筋 刷一刷 然後擦一擦嗎 不會擦啊 有些男生會擦啦 可是大部分不會 旁邊沒有衛生紙啊麻煩 我如果洗完找尿的話 我會擦一下 啊我沒有辦法再繼續跟你討論一下缺重 總之我們今天講了好多知識喔 如果你們對男生跟女生尿尿有問題的話 或是有什麼其他的意見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不要留言給我們 我們還是要去Google 你們自己去Google就好了 沒關係啊我想知道啊 好那如果你知道其他一些知識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們 告訴我們 我想知道啦 就是我個人會看 如果還沒有訂閱我們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喔 幫我們分享喔 謝謝你們 掰掰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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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